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月23日至2010年3月11日之间 购买了PC版本的Microsoft MSDOS Windows Word Excel Office WorkSuite或Home Essentials软件 注意 必须是购买了在加拿大个人或商业使用 在兼容英特尔电脑的PC上使用的软件商品 虽然集体诉讼在贝斯省 安省和魁北克省发起 但是加拿大所有省份和地区的居民都在获赔偿之列 其次 赔偿金额 每个Microsoft的产品许可证可获赔6块5到13加币 具体是 具体是13加币 for operating systems 8加币 for office productivity suits 6.5加币 for Excel 6.5加币 for word and word processing applications 赔偿分两种方式 消费者信金支付 适用于购买列表中另一项Microsoft产品许可证 批量许可人优惠券 适用于通过Microsoft批量许可计划 包括开放协议 选择协议和企业协议 购买了列表中Microsoft产品许可证 3.有关购买评证 如果个人软件许可证赔偿金不超过250元 或批量许可赔偿金不超过650元 不需要提供购买评证 如果赔偿金额超过上述金额 可接受的消费者现金付款文件 包括收据 产品标识号 产品密约号 原始COA或其他可靠的书面证据 批量许可证的可接受文件 包括收据 许可协议 许可证确认 临时调整订单 企业协议注册表格 公开文档 批量许可服务中心文档 从Microsoft最终用户数据获得的印刷信息 或其他可信的书面证据 据悉 有关集体诉讼于2016年5月进入庭审 2018年7月11日 相关各方达成一项全国性的集体诉讼和解协议 根据协议文件 原告声称 微软的非法 反竞争行为 破坏了与英特尔兼容的PCOS 和办公室应用软件的市场竞争 并人为的抬高了微软产品的价格 诉讼称 自1988年以来 微软与竞争对手 个人计算机制造商 和独立软件供应商签订了非法合同 此外 据称微软对其竞争对手 行业参与者和公众做出了虚假 误导和欺骗性的陈述 这种反竞争行为构成了 违反普通法和竞争法的阴谋 被告微软公司一直否认 有任何不当行为或责任 但统一解决Microsoft软件集体诉讼 以避免正在进行的诉讼的负担和费用 加拿大的集体诉讼在2016年获得认证 卑诗省法院2020年2月批准了通知程序和和解索赔程序 这项诉讼的法律费用高达1亿加元 另加赔偿金分配费用640万元 专家费用360万元 这意味着微软公司总的和解金额高达5.17亿加元 11月30日 联邦财政部长方惠兰宣布 为了帮助加拿大人度过新冠肺炎二次爆发而带来的难关 政府将继续推出刺激经济的计划 而这也将会让本国的赤字飙升接近4000亿加元 据本地英文媒体CP24报道 方惠兰是在周一公布秋季经济更新报告时 透露胜出消息的 财长强调 如今疫情紧急 若不动用公款帮助家人度过难关 反而会犯下大错误 尽管之前联邦已经推出了许多援助措施 但是政府显然觉得这些还不够 所以在这份长达237页的报告中 用继续宣布了多项援助政策 这包括针对个人的补助和税务减免 针对企业的紧急援助计划 针对省一级的政府拨款 对抗疫一线的社区组织的投资 以及投入更多的资金在检测 疫苗 自我隔离等方面 并增够个人防护设备 为了降低民众的防疫负担 政府还将取消口罩和面罩的销售税 在刺激经济方面 政府宣布对托儿 工作培训和绿色计划等领域 如此密集的投资 直接导致本国赤字上升到3816亿元 若疫情持续恶化 赤字恐逼近4000亿元大关 这份报告并没有给出 政府达到财政平衡的时间表 也没有预测何时能够达到平衡 甚至没有相应的锚定财政政策 这是一种衡量政府开支 以避免偏离预定目标的措施 方惠兰表示 目前在全国各级政府投入的 应对新冠肺炎的花费中 联邦的投入占据了八成 政府相信这么做是必须的 因为新冠肺炎令加拿大经济 陷入史无前例的困境 甚至超过了10年前 美国经济危机那一次 部长接着说 人们都非常清楚 只有在病毒得到完全控制后 经济才能完全恢复增长速度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在冬季的这几个月里 研究这个计划的细节 由于新冠肺炎对经济造成 最具破坏力的损害是失业 所以在我们制定增长计划 和实施计划的过程中 将考虑的衡量指标 是这项工作是否真正围绕着就业展开 据估计 今年春季新冠肺炎第一次爆发的时候 加拿大损失了300万个就业岗位 目前已恢复了4分之3 而到目前为止 这个史无前例的刺激经济的计划 阻止了大约120万个工作岗位的 进一步流失 方惠兰最后说 我们都很累 但是我们也知道疫苗将要灭世 春天终会来临 然而我们必须首先互帮互助 度过冬天 据悉由于联邦自由党是少数政府 所以这份报告还需要至少一个在野党的支持 才能通过 目前保守党和魁仁政团对报告都表示了批评 新民主党尚没有给出明确的态度 方惠兰周一公布秋季经济更新报告中 针对家庭 个人和企业的补助措施 可以大体归纳如下 首先对2021年中低收入家庭 每个6岁以下的孩子可得到最多1200元的临时补助 有资格获得加拿大儿童福利金的家庭 如果收入在12万元或以下的 将会收到每笔300元 共计4笔的拨款 其中第一笔的300元将于这份报告 经国会通过后支付 剩下的3笔将于明年4月 7月和10月支付 如果收入超过12万元 以上的拨款减半支付 其次在家上班可享受税务截免 最多可享400元 第三 从12月20日到2021年3月13日 沃泰华将加拿大紧急工资补贴的最高比例 从65%提高到75% 刚刚Murderna暴涨超过17% 市值暴涨100亿美元 美东时间周一 Murderna更新新冠疫苗数据 确认疫苗安全且有效率超过94% Murderna最新功效分析评估了三期临床试验的3万名受试者 一半接受了疫苗 另一半接受了安慰剂 产生196例确诊病例 其中安慰剂组中观察到185例 接种疫苗的组中观察到11例 疫苗有效率为94.1% 不过接种疫苗的组别没有发生一起重症病例 30位重症患者均位于安慰剂组 安慰剂组还有一起死亡病例 与此同时 疫苗还具有良好的耐受性 没有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最常见的副作用是疲劳 肌肉疼痛 头痛和注射部位疼痛 此外 疫苗对于不同年龄 种族和性别的人群效果一致 196例确诊包括 33名65岁以上的成年人 和42名少数族裔 Murderna说 完整的试验数据尚未发布 但会在适当的时候 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布 Murderna曾于11月16日发布 三期临床试验首次中期功效分析 基于95例确诊病例 其中安慰剂组观察到90例确诊病例 而MRNA1273组观察到5例 疫苗有效率为94.5% Murderna正在将数据提交给美国 欧洲和英国的监管机构 以获取紧急许可 计划周一向FDA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至此 Murderna成为第二家向FDA申请的制药商 此前 辉瑞公司已于11月20日 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与辉瑞BioNTech一样 Murderna也使用新银的MRNA技术 来开发起疫苗 该疫苗涉及病毒的遗传密码 而不是病毒的任何被杀死或削弱的部分 两家公司已经宣布了 令人瞩目的非常相似的结果 辉瑞公司的最终数据分析表明 该疫苗的功效为95% FDA计划于12月10日 与疫苗和相关生物产品咨询委员会举行会议 以审查辉瑞的申请 并于12月17日 与Murderna的申请进行审查 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表示 FDA将尽快采取行动 批准辉瑞和Murderna疫苗紧急使用 到今年年底将有大约4000万剂疫苗可用 不过目前疫苗效力仍需要时间来检验 公共卫生官员和医学专家强调 目前尚不清楚疫苗将提供多长时间的免疫力 以及人们是否或多长时间需要加强注射 英国已经购买了700万剂疫苗 在Murderna宣布其中结果为94.5%的当天是500万 上周又购买了200万 但是预计到3月才可以向英国供应疫苗 总部位于马赛诸塞州的Murderna 已获得美国联邦资金24.8亿美元的资金 是川普政府扭曲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该公司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交易 但美国将首先获得使用权 Murderna表示 预计到今年年底将有2000万剂疫苗准备在美国使用 8月份美国购买了1亿剂 另外还购买了4亿剂 Murderna表示 它有望在2021年全球生产5亿到10亿剂 Murderna成为继辉瑞、牛津大学阿斯利康之后 第三家将其数据传递给监管机构批准的公司 英国疫苗总体上具有70%的功效 尽管在接受较低剂量的一部分支援者中 功效出人意料地提高到90% 由于担心可能与年龄较小的支援者有关 因此该发现现在将在美国进行试验 据NewsWire报道 调查发现 债务、住房和心理健康 是疫情中加拿大国民最大的问题 根据红利银行最新年度债务调查显示 接受调查的许多加拿大人表示 在新冠疫情期间 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财务状况受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而自治居所的梦想更是无法实现 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 非常担心存的钱已无法支付日益高涨的房价 有28%的受访者则担心 无力负担子女完成大专教育 同样有28%的受访者则忧虑缺乏足够的退休储蓄 自新冠疫情在加拿大爆发以来 加拿大国民平均近一半的收入 用于购买食物和支付住房等必须日常开支 有58%业主担心无法按时偿还房屋贷款 有54%的租客则担忧无力缴交房租 红利银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Rick Lonnie表示 债务或会对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并使加拿大国民觉得自己的财务目标无法实现 疫情更是加剧了这种状况 虽然置业并不容易 但保持财务的灵活性有助实现目标 超过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国民承认 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准备来应对突然爆发的疫情 近四分之三的人承认财务状况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实际上在这些受访者当中 有42%的人认为财务状况可能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报告指出 四分之一的国民每月缴付账单有困难 24%每日入不付出 也有19%承认冲动购物导致负债 同时受疫情影响已经有六分之一的人持续工作 有同样比例的人则表示 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薪资补贴也会被解雇 调查结果还表明疫情对国民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损害 近一半的国民称债务给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比两年前增加了10个百分点 实际上有35%负债累累的国民已经注意到 与两年前相比 因为负债而失眠 较去年上升7% 以上就是本期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